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实践活动带来的实惠 2008年,前线城镇新增就业4800人 改造农村泥草房5900户 农村中小区全部实现专法化 在索字镇泽字村,人畜饮水改造工程 让世代生活在盐碱地上的百姓喝上了洁净安全的自来水 而农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经营 也让这里的芭城居民在2008年彻底告别了泥草房 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经测评群众对解决问题满意率达到了98.9% 前线学习实践活动主要经验和做法是 工业立线、农业强线、商贸腹线、科学兴线、开放活线 建设卫生城、文明城、园林城、平安城 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干部实际考核 解决民生问题综合评价 城乡一体化建设 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 行政效能建设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七项机制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一开始就要抓紧学习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系列评论之十九 文章说 目前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已经启动 应当从一开始就把学习摆在首位 并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始终 学习是把活动引向深入的前提 也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最重要的基础 要是科学发展观在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扎下根 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牢固理念 重要途径要靠学习 学习的深度决定认识的高度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水平和理解程度 直接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广泛普及和深入贯彻 文章指出 要结合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 以及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要坚持原原本本学援助 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 学有所成 不断把思想认识上的收获 转化为指导发展的实际能力 转化为推进科学发展的实际行动 中国电信在江苏正式推出基于CDMA2000标准的3G业务 成为我国第二家提供3G服务的运营商 此刻我是在江苏省南京市市中心的一家电信业厅里 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关电信推出的3G业务的相关海报 以及张贴出来 现场也有一些老百姓前来咨询 手机用户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 就改到这样的一张3G手机卡 同时还要买一个3G手机就可以享受到3G的服务了 中国电信3G网的手机上网速度最快为每秒3.1兆 比2G时代提高了近20倍 记者现场体验了一下 通过3G手机浏览互联网和在线观看视频 画面更为顺畅清晰 133 153和189的手机客户 都可以自动升级到3G的网络 换一个3G的手机终端就可以 在我国振兴电子信息产业规划中 3G是一个重要发展领域 今年在3G建设上高达1700亿元的投入 使得我国成为全球通信业增长 或所有现机以上城市 将具备提供3G服务的能力 中国移动到今年年底的3G服务 将覆盖全国238个城市 内蒙古呼河号汉顶 退休后坚守山区十几年 义务帮助乡亲们致富 被称为退休不 我们呼河致富已经是十几年了 我们特别的小心他 他一脚就脱 1992年 退了休的武汉顶 放弃城里舒适的生活 带着铺盖卷和他自学来的重养殖技能 来到仅有27户人家 干旱贫瘠的暖水湾村 从来都不太小心他 大家无大人做出来的土豆 最大能达到29度 可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最大的资人 达到29度 一道农民致富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做这三句话 一个有染青药 二一个有内心 还有必须都会长期解释下去 凭着武汉顶的热情和坚持 看到实实在在成果的村民们 开始按照武汉顶的引导科学重养 暖水湾村出了名的特困户张蜜成 就是在武汉顶帮扶下 引进了优质猪仔 新疆细毛羊等优质续种 我家现在要60多只药 全家人收入3到4万万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如今的暖水湾村 从人均收入不到100元 增加三大品牌 文台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刊发 阿佩阿望尽美的署名文章 牢记历史把握未来 今天我们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日 就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牢记历史把握未来 我相信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坚持改革开放 坚定的信任依靠广大西藏人民 西藏的繁荣稳定 就会有根本保障 只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保护和发展西藏优良的传统文化 西藏的发展繁荣 就会进一步扩大 只要西藏各族人民群众 仅仅的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实事求是开拓创新 建设一个团结富裕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新西藏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今天出版的《环球时报》 刊发署名林峰的题为 达赖的高度自治 是翻版藏独的文章 文章说 达赖喇嘛方面精心包装的高度自治 与我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 相违背的地方比比皆是 达赖喇嘛所说的高度自治 仍然是西藏独立的翻版 眼下正是各地开始春耕的时节 为了帮助农民做好春耕备耕 四川阿坝州启动了农业科技培训 示范推广活动 阿坝金川县是有名的雪梨之乡 但是由于品种老品质退化 经济效益逐渐下滑 当地政府请来水果销售价格 却比过去涨了十倍 一方面改良传统的农产品 同时阿坝州还因力质疑引入了酿酒葡萄 金针菇 甜樱桃等 从来没有种植过的农产品 实现了从无到有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西藏军区 纳区军分区边防部队的驻地 虽然现在的室外气温 仍在零下十几度 但军营内却暖意融融 高效节能的日光温室 经济实用的双层钢架大棚 不仅实现了温室大棚内 四季如春瓜果飘香 而且解决了边防官兵 冬季吃不到鲜菜鲜肉的难题 纳区地区冰冻齐长 植物生长非常困难 过去边防官兵们 一年四季吃罐头和脱水菜 为提高官兵的生活质量 西藏军区引进 蔬菜品种 采用科学中洋等技术 创造了适合高原部队 特色的生产模式 使自产新鲜肉菜 成为了官兵餐桌上的家常菜 目前西藏军区 蔬菜和肉的自给率 分别超过80%和49% 每年为国家节省 副食品供应4500多吨 今天上午 驻京部队的近百位将军 和北京市领导 来到北京市昌明区 参加义务执助劳动 这是中央军委四总部 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 第27次集体参加 首都义务执助劳动 总投资近25亿元的 海南跨海电网工程 第二根海底电缆 日前成功登陆海南岛 工程预计6月底进攻并运行 届时海南电网多年来 孤网运行的历史将结束 今天重庆首批四户林农 获得了以800多亩林泉 抵押的100万元贷款 林泉抵押贷款解决了当地农民的贷款担保难问题 计划在海拔4409米建设的 四川甘孜亚丁机场 预可行刑研究规划 日前通过专家组评估 亚丁机场设计跑道4500米 设计起降空客A319等客机 建成后国内外游客可直接乘飞机 抵达湘里拉核心景区 我国最大非法传销案 易临案今天一审判决 主犯赵鹏运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3亿034万元 赵鹏运等人以托管造林为名 两年内敛财16.8亿元 至2万多人受骗 八只奥运大熊猫 昨晚从首都机场起运后 平安抵达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 亚安避风峡基地 去年5月24号 在经受了512大地震的考验之后 八只大熊猫抵达北京 为奥运驻围 至于代表总统 甚至